突发消息 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1月24日 甘肃五威市民前县官方通报提到 11月24日80左右 一辆面包车也一辆皮卡车 在民前县玉东公路收成正新农村路 断相撞造成8人死亡 3人受伤 当地民众反馈 遇难者大多数都是打零工党民众 当地第二位民众反馈提到 面包车为7座车 是收成正另外一个村子的 车上共有6人 48时面包车从当地前往五威市 准备送人到五威乘坐火车 皮卡车是当地另外一个镇的车子 第三位现场民众提到 当时听到巨大的声音 就看见火烧起来了 吓得我腿都软了 不过有个人反应快 赶紧提水 灭火 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